既然这个产能过剩的新论述主轴出现了 接下来拜登政府要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篇文章的分析 看这篇文章分析之前 刚刚有一个网友叫做余年 他说叶伦这段时间讲的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现在全世界被迫要购买廉价的商品 来自于中国大陆 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 有便宜东西买不是挺好的吧 这个就是 当然他叶伦的讲法是要保护美国的企业 要不然他美国的企业受到打击之后 影响到美国员工的生存的饭碗 这个是可以知道他的逻辑思考 但是我们被迫买廉价的产品 这个说法对于消费者来讲就说 我便宜东西不好吗 来这次有个文章分析稿写说 从一开始拜登政府对于中国大陆的打压 是用国安列实体清单 到现在越伦经常放在嘴边的就是产能过剩 也因此为接下来扩大贸易战埋下了伏笔 这次一轮访访中最大的意义是 为美国来纠集各国打击中国产品的出口 寻找到了一个出发点跟道德的制高点 就是我一而再再而三讲 中国大陆哪些东西产能过剩 不断地讲不断地讲不断地讲之后 就可以让美国联合其他盟友 一起在这个领域当中寻找到一个新的 去制高点去说中国大陆你不应该这样做 然后可以联合起来去提高不管是关税或 接下来的限制的量额 你怎么看 我认为我同意这样的看法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过去就是一直 这是一个高端脱钩 就是用一个用国安的理由 那美国他们也赋予总统就是这样的行政权跟法源 就是他们的201条款 232条款301条款 这些条款都赋予行政权 就是你可以在临时的情况下 可以对贸易伙伴征收关税 那这个基本上这个产量过剩 就是一个新的论述的主轴 就是好像抓到一个着力点 然后不断地在打中国这方面 就是在低端不断是打你高端的方面 在低端的方面 就是一般的这个太阳能板 这些不同的这个电动车绿能产业 这些来围堵你 那其实就像是这个刚刚有人看到说 有便宜的东西 好委屈哦 好委屈哦 对 其实说实在话 美国现在通膨这么顽强 从3月份通膨又反弹 从3.2又反弹到3.5 一直降不下来 那最后这一里路真的是很难降 那如果说能够有便宜的东西进口的话 那当然对于通膨来讲 是有往好的发展 是一个利夺 是往好的发展的一个消息 但是现在拜登或是这个白宫的国内的氛围 就是宁可选择来 这个跟中国好像是一个 就是一个势均力敌 然后用这样子一个方式 这样子一个说法跟论述 然后来宁可说不进口 这些比较便宜的东西 那在另一方面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说 他是真的是倾销 所以说就是用这些 201232跟301条款 这样子来赋予总统这样的权利 那我认为说其实 这边分享一下我对叶伦 我自己的观点 其实我对于他过去 从就过去他毕竟就是一个联组会主席 然后到现在财政部长 其实他的变化是 我是有一点点失望了 因为毕竟在联组会主席的时候 他的形象是相当的学术 而且是实事求是的一个样貌 Chiles你讲到这边 我就带一个文章给大家先看一下 然后你继续帮我做补充好吗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点 就是这篇文章写到的 这是之前的一篇文章 帮我调一下CG4 叶伦之前在联组会主席的时候 被一般认为是一个自由经济的信徒 他不赞成政府拿经济制裁 作为外交对抗的工具 主张取消川普 对于中国大陆 3500亿美元的关税贸易战 他认为这样做 其实没有什么战略意义 只会让企业跟民众的荷包失血 让通膨继续恶化 不过现在他当财长换了位置 想法也不一样 来帮我们补充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 就是他从联组会主席 到财政部长之后 其实他的很多论述 跟很多的观点 好像变得就非常非常的政治化 就是从一个学者 变成一个比较像政治人物一样 其实如果说你仔细看 叶伦跟他的先生叫George Ackloff George Ackloff 他先生是过去2001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们两个其实过去在 你看他们过去的论文 他们两位都是耶鲁大学毕业 是我的学长姐 也是常常上节目 亮哥 对 我们都是他们的学弟 他们两位他们过去的都是念经济的 他们的论述 他们过去学的就是所谓的新凯因斯学派 新凯因斯学派是什么呢 我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 新凯因斯学派就是认为物价跟工资都是具有僵固性的 就是sticky就是有黏着性的 就说景气循环开始下行的时候 因为这个僵固性造成说产业企业没有办法很灵活的来做一些应变 然后所以说经济面对下行危机的时候政府需要出手 所以他们的这个立场实实是认为说政府的干预事实的干预是必要的 那这个这对夫妻其实你如果说看他过去论文的话 看到他们现在就是叶伦现在的一个论述 其实并不是全然的意外 因为他强调他当然是希望能够有自由经济 能够自由贸易 但是同时他也强调政府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用财政政策或是货币政策 其实叶伦严格来讲并不是完全的自由经济的拥护者 他的想法是认为说政府的适当的干预是有必要的 所以说这边跟大家来描述一下这个不同的经济学派 还有说他从这个联总会主席从一个学者形象到财政部长 就变成一个好像他的背景跟想法跟当局可以很融洽的 这个结合起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他现在的这个论述跟发言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意外 其实一个学者入阁要坐在那位置的时候 接下这位置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就应该稍微做个调整跟修正 这个一定是一定是如此的了 不过你刚刚讲到既然是这样的状况 他的思维的并不是像外界认为的如此转换如此之大 用财政政策也是可作为工具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现在提出产能过剩的新理由 我最主要问的就是过去用国安 你现在就是科技公司半导体AI 那产能过剩可以扩大到无边无际 所有这个美国比较打不过的 我就用你的产能过剩这方式来制裁你 可以是最后的美国的戏图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悲哀的一个结果 就是所谓的这个保护主义 或是说甚至推到极致是一个孤立主义 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其实孤立主义就是在美国就是过去在一战的时候 那时候所谓的isolationism 就是说认为说美国就是反正我也不接壤 这个欧洲我也不接壤亚洲 我只要在中间 反正加拿大墨西哥对我来讲也不是什么威胁 我可以完全置身于国际室外 那我只要自己把自己经济搞好 那我的贸易的铺险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我可以完全不顾其他国家 然后就是用以零为货的一些政策 即使说害到我的邻居 我也没有无所谓这样子一个态度 那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是2011 232 这个这些条款301条款 这些都是让美国能够很迅速的来施行这些关税 然后甚至就是说让美国能够 就是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子一个关税 但是这个推到极致的话 其实就是贸易战 贸易战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在贸易战中间可以全身而退的 那时候川普在推特上面写说 这个贸易战很容易很容易打赢 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的谬误 这个就是没有读历史的缘故 大家如果是知道说1930年之所以美国大萧条 经历大萧成为全美国人的记忆伤痕 就是因为贸易战的关系 就是全世界美国开始对英国对法国开始实施贸易壁垒 就变成说他们对方也开始反制 然后两边就是永远就打不完 那美国当然可以保护自己的进口产品 可是这个美国出口也出口不出去 所以说这个最后打到最后就是两败俱伤 那我认为说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就是比较利益法则 这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第四册有讲到说 一个国家如果说外国能够用更便宜的方式生产产品的话 那我们就跟他购买吧 然后我们发展自己在行的产业 这个其实是从16世纪以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道理 那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子一个就是历史上人就是没有从历史上来学教训 那每个国家在行的产品 中国当然就是在贸易中比较多的消费性产品 不管是电子或是说像是一般的我们的服饰或是鞋子或是一般的这种消费商品 轻供应业商品低单价的商品 那美国当然是生产比较多高单价的商品 今天如果说你因为你生产低单价的商品 所以我来唯独你认为你是一个产量过剩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经济的这个理论是说不过去 也站不住脚的 这个我就稍微补充一下了 刚刚既然那个Charles提到了1930年的美国大萧条 要知道一件事情 1930年代美国贸易对外输出是顺差的 美国卖出去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卖 竟然是比较少的 川普现在讲说 哎呀 中国大陆对我们顺差这么多 我们下到中国大陆都是逆差 所以中国人赚我们美国人的钱 这刚好是颠倒的 只要是在美国逆差的时候 反而美国经济是比较好一些的 因为你逆差就是跟国外买相对便宜的东西 来到美国去帮助你自己 不管是经济其他方面的领域去做发展 这概念是这样子 我刚刚没有讲错吧 对 就是说表示你进口多 比如说你的经济 其实美国经济在发展GDP高速发展的时候 通常逆差也会跟着 贸易也会跟着逆差 所以这个逆差跟顺差的心里面 大家所有的观众看节目的时候 你自己要知道这个概念 逆差不代表就是罪恶 因为你逆差从别的东西买的东西过来 如果对方是便宜的东西的话 对于你自己国家 当然来讲为什么会不好 好